鐵皮屋頂底下是一台加油機 只提供92跟955000汽油 另外還有甲種漁船油 這裡是臺灣中油直營加油站 也是全臺最小的加油站 外觀看不到熟悉的火炬商標 但他是在地人才知道的老朋友 那個民國五十幾年到現在 這麼久了 對對對 以服務鄉里為主 這是中油直營的三條輪加油站 不只站體和迷你 工作人員也只有站長跟員工 各一人 地點在雲林四湖鄉海青路 偶爾有外地人會順著導航來加油 因為我剛要來加油我也不敢進來 我們在北部沒有看過這種加油站 很小以為它是一個工地而已 可是我的導航它確實是 加油站沒有錯 加油站附地太小了 加油之後車子還得馬虎出去 原來中油在民國五十八年左右 設置了這一處加油站 後來漁村人口外流 加油的民眾變少了 平均一天來加油的汽機車不到兩百輛 這個站一度要被撤掉 但暖心之指示要服務在地漲者 所以繼續營運 但改為只有星期一三五 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營運 而且人力縮變到剩兩人 倒是最近這全台最小的中油加油站 出現了不少外地遊客 專程來拍照打卡 也像是在為這迷你站加油 TVBS新聞李承用采倫雲林采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